这家店没有什么菜品 这家店下次再也不来了 老板点菜 你为什么这么乖啊 你在这干嘛 你知道我在这拍视频吗 你天天臭肚子 给你能的 那好吧 你就在这坐着陪我好不好 哈喽大家好 这是看过的 之国 我是招希希 夏天这么快就要过去了 然后我还在家隔离啊 我还在家 昨天晚上 我还跟我姐姐她说 夏天是不是就真的过去了 我还买了好多好多的好看的衣服 都没来得及穿 第二盘都没有撕 真的不管了 姐妹今天要出去浪呢 就是要出去浪呢 化妆好不好 不过现在这种时节 对于我这种换季 特别容易过敏的皮肤 来说是太难了 一到这种时候 就特别容易过敏 前两天还过敏来着 都说过敏不能吃太辛辣 油腻的东西 不可能 在我这里真的不可能 根本做不到 我今天就要出去挑战一下 过敏期间不能吃的 火锅 炸鸡 榴莲 爆辣 炒虾尾 挑战一下过敏期间不能吃的 三重揍心辣食物 这个你们知不知道 这可是新品 你们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我最近都在用这个 等一下啊 在用这个 越诗风银的乳酸菌系列 我之前就看到他们出新品了 但是国内买不到 这个是国内刚上市的 我有 我竟然有 太开心 它这个包装挺容易打开的 而且不会划伤手 我一般都是这样一次用一只 它是这种半透明的牛奶质地 你看到了吗 吸收也挺快的 不会有那种 黏黏腻腻的感觉 我刚给你们展示的时候 到了一点 心疼死我了 它里面还有一个 积雪草的复合物 就是可以修复我们皮肤屏障 同时改善长痘 发羊发红这种过敏现象 还有一个绿茶乳酸菌成分 可以平衡皮肤 微生态 像这种双重修复啊 就算你的皮肤偶尔 就会有一些什么突发状况发生 它基本上也是可以达到均衡 起伏七天稳赢的 这个很适合敏感肌 就算你有些小问题 也是可以有的 因为今天要化妆嘛 所以得把乳擦上 不擦乳没得安全干 它和安平基本上是一样的 双重修复成分 换季的时候 它不挤过敏 它有鼻炎太可怕了 在我们这里有这样子的一个谣言 传说就是 基本上来新疆人都会得鼻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就是让我感觉就是 新疆干 所以会有鼻炎 那南方呢 你们会有鼻炎吗 南方的同志们 有点白对吧 氧化一下就好了 先修容吧 如果脸上只让你画一个部位 你会画哪个部位 我绝对是美貌 接下来就是修容 没有钱就往我顺利打个罪了 瘦 我要瘦脸 脸 我从小是圆脸 可以圆可以圆那个 那我就很羡慕瓜子 我觉得范冰真美啊 往水里怼 往水里怼就对了 往水里怼 OK 这两天 央视的新闻 就是禁止浪费直播什么的 大月王什么的 所以说咱们最近的视频可能 都不会是纯直播 而且 吃多少成多少 所以杜绝浪费 等我再提 我怎么像猴子一样 完了 下手中了 就从牙块里头 我感觉我涂什么狗 我们都不往看 特别是红的 特别奇怪 霸击馅粉 咸脸 瘦神器啊 它要扎顽头了 顽头是不是形容更长 丸子头和皮下来 你们觉得哪个好看 扎起来吧 它全力做 老板点菜 给我一副毛肚 没有 给我分肥肠 没有 鹌醇蛋呢 鹌醇蛋没有 有鸡蛋 再来块土包 没有 没有啥 空心菜 我还有包包菜 这边提包包菜 还有皮鸭子 炸鸡 好 榴莲 没有 有一个爆辣的虾尾 锅底叫麻辣的 里面还是 真好吃 多一份 多一份 嗯 这家店没有什么菜品啊 这家店下次再也不来了 我点了牛肉 爆辣虾尾 卤鸡蛋 炸鸡 扣心菜 鸡肝 红烧肉 方便面 方便面丢进去煮吧 你们吃过这种火锅没有 我们先吃一下这家的爆辣虾尾啊 他们家虾尾一绝我跟你讲 就是个头小一点 哇哦 真辣 哇辣 还香啊 嗯 隔壁桌是真的炒 哇 我好久没有吃过鸡蛋糕了 这么好吃 嗯 好啦 嗯 嗯 好吃 那加分下呗 好啦 好香 煎到碗里头 今天我们先吃两口正常的啊 后面的反正都是不太正常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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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煮火锅有没有煮方便面的习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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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熟了都捞起来 下下一锅 老实说你们有没有吃过火锅炸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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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下一颗卤蛋 啊 下一颗炸鸡 下一颗红烧肉 我觉得这个原理就跟炉煮火锅是一个道理 然后你们知道这个什么吗 这个是鸡肝 哦 有没有爱吃鸡肝 卤鸡肝 还有鸡心 哦好好吃啊 反正我觉得爱吃这个东西就很爱吃 不爱吃的就会觉得是黑暗料理 煮炸鸡我是真的见过的啊 哇这鲜切牛肉太棒了 嗯 嗯 嗯 哦 这是卤蛋 你吃过最奇葩的涮火锅有什么 这卤鸡蛋就很好吃啊 这太入味了哎 这家店 推荐 我可心 哇这个卤鸡蛋真的很好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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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吃 厨师的甜品吧 哼 还有那个煮火锅煮那个鸡蛋的皮蛋 哦哇绝了 红烧肉 好吃 好吃 哦 你还要吃我做今天都要吃我做的 你还可以做ivo心 那个鸡蛋的鸡蛋 这是鸡蛋 我自己也要吃 我自己要吃 你就是要吃 我吃你一口 我会把这个鸡蛋撆出来 那一口 我吃这个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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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带着火锅味 然后你再蘸点麻将 那个肉又一吃就来 又肥瘦相间 然后又一个卤料味 同时扎杂着火锅调料味 绝了 鸡干本来就很好吃 一煮就很好吃 我吃下炸鸡 这个完全没有炸鸡味了 但是 听我娓娓道来 火锅炸鸡是好吃的 这个可本来很脆很脆 对不对 它一煮以后不脆了 然后这个鸡皮又包到里面 经过这个火锅一煮 特别像那个煮油渣的味道 知不知道煮油渣的味道 哎呀妈呀 好像油油烦哦 我太 我简直是个天菜婆娘 炸鸡店里面的炸鸡 它里面红红的 但是熟了 看这个拐这里 就已经火皮了 你知道吗 嗯 还有点像酥肉的味道 对 再把这个牛肉也加进去 我们再缩一会儿虾尾 这馅是真的的 看着巨香 我会缩虾尾 我会缩锣 锣是怎么缩出来的 我缩了很多次都没有缩出来 这下午正太辣了 我发现鸡肝是不能很煮 一煮它就容易烂的 我前两天看了天天向上 哇 这个红烧肉 现在让我最向往最向往最向往的就是 炉煮火锅 就好想去尝试一下 炉煮火锅跟炉煮是两个东西对不对 我看电视头还看别人吃一碗的那种叫炉煮 最后一点菜下进去啊 最后一碗肉 今天这个牛肉太挂了 有一个牛肉太挂了 我吃火锅都没有吃过 我煮我个青菜一般只吃 有卖菜跟童猫 这回可以煮蛋 果锅底里要煮红烧肉也很好吃 煮炸鸡也很好吃 但是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口味 但红烧我觉得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口味 还卤蛋 不行我吃不动了 这个炸鸡放在这里 我的妈吃饱了 好爽啊 服务员 给我把这个打包一下好吧 回家卸妆 有时间我就再蹦个野猪 有时间我就再蹦个野猪 很快就可以叠上了 很快就可以叠上了 我死都没有想到 我这牙可以在这待这么久 好了来看一下 不错啊 没红没痒 没过敏的现象 挑战成功 最后想要吃好喝好吃好伙伴 皮肤也要呵护好 我为小伙伴们争取 是风银的官网集结店 与小二爆出暗号 不要莫名大胆吃 就可以领取到我的独家福利 绝对是独一无二的那种 快去留言看看是什么 晚安 拜拜